好 主播這個三令民主頻道想要持續在立法院外為您掌握現場的最新狀況 那現在呢 這個輕鳥行動持續進行當中 那公民團體也正在宣講 不過大家都知道今天天氣非常熱 不過儘管天氣再熱呢 還是有不少的民眾進來到這邊來聽宣講 尤其越晚人會越來越多 那不只是公民團體還有學者們會一路的宣講到晚上是馬拉松式的宣講 那其實今天在立法院裡面呢 也在進行這個對行政院長主動態進行質詢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請來了民進黨立委黃傑 那委員我們想請問一下 今天立法院內的狀況是如何呢 其實今天跟昨天一樣是炮聲籠籠啦 因為昨天一開始上場的就是傅崑琦跟黃柔昌兩位總召嘛 那今天其實他們派出打頭證的就是像許巧新葉元之這一些國民黨的立委 那他們當然在質詢的時候還是不斷的希望 就是針對卓院長有一些我覺得蠻不理性的攻擊啦 那好在我們卓院長其實他在發言的時候都非常的平和保持理性 並且把真相事實關於這些條文的內容都說給大眾知道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在早上的攻防當中 卓院長還是很努力的保持這樣的態度 用最溫柔堅定的態度來讓全民來看到 那今天早上比較特別的是因為其實我今天早上也有去質詢 那我帶了這個青鳥行動的徽章進去 那我也有特別的展示給卓院長看 讓他知道說其實外面有非常多的人民都是對於立法院還有一絲期待的 那也希望行政院負責任的提出復讀之後也可以堅持到最後 那其實我這樣跟院長講完之後 他也一再的覺得說人民在街上真的很辛苦 那因為民主很掛念大家 所以他就說希望也不要讓大家這麼辛苦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該恢復原狀的 該恢復正常的就好好的討論 而不是讓人民必須得上街不斷的反應自己的心聲 那因為其實明天就要進行表決 那民進黨這邊是有什麼備戰嗎 當然我們的態度一直都很堅決 就是我們必須要在做對的事情不能害怕 那所以其實明天我們備戰當然是希望再用這個最正確的態度 讓大家知道這個復議案他有通過的正當性 那明天我們也是一定會一早就是夾動 然後做好萬全的準備進去 讓大家看到我們負責任的這個表決的結果 那委員會今天天氣非常熱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還是有不曉明就來到這個現場 會不會覺得其實蠻感動 其實很感動的是這兩天天氣變化非常大 昨天下大雨然後今天出大太陽 但是人民的熱情還是不減不管是颳風下雨 還是風吹日曬 大家都還是來到這裡 就是希望最後一起迎接這樣的復決的 表決的結果那真的很感謝大家 那我也所以其實我也一直都把這個 青鳥行動的會章帶在身上 提醒人民給我們的託付絕對不能忘記 那我們一定會跟街上的鄉親們 跟人民們一起努力到最後 謝謝委員 那可以聽到委員也表示說 其實他們就是對於有民眾在這麼熱的天氣 在外面來聽這個宣講來參加青鳥行動 他們其實也是非常的感動 那因為明天就要表決 所以民主黨也持續備戰 那我們今天也請來 由桃園特別過來這邊的這個小姐 她就是說從外線是來到這邊 而且是不是昨天也有來參加 幫我們講到今天大概幾點到 今天早上不到九點就到了 但是因為都還沒開始 所以說就雖然太陽很大 但是還是為了台灣民主還是要上來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國會過權法 最不合理的地方是什麼 會不會覺得說這次來是為了民主而來 一定是為了民主 台灣民主自由 這個一路走來 從以前解嚴到戒嚴 戒嚴到戒嚴 其實很不容易 從是很多民主前輩的努力得來的這個自由 真的是這個民主自由很可貴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藍白兩港 這樣子在這樣子 就很暗法 台語很暗法來這樣子強行 根本沒有應該說 沒有應該是退違法案實質審查 但是那都沒有都沒有這樣做 所以說我覺得這樣是 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該有的民主的體制 就是要該有的體制要走的怎麼辦 要這樣才是合乎民主國家的程序 但是這個國會過權法正通過之後 其實你身為民眾也會擔心侵害公民的權 一定會啊 一定會啊 譬如說像我們聽很多專家來講 譬如說可能公司行號財團法人這些 那如果說他們藍白多的話 他們只要五個人通過就可以叫你過來 那你譬如說很多 譬如說你在公司行號 譬如說他們覺得想要什麼資料給你 可是這是不對 人家有公司的機密 各個行業嘛 譬如說醫院 醫院士農工商都有 我覺得這樣子是 就好像 不是民主國家的該有的 這樣我們會怕 可能像我爸爸上一代這樣子 他們就會覺得說可能你旁邊 你走路可能不能亂講話 你可能會 旁邊可能都是 你會被隨便報 就像二二八隨便報你就被抓走 這樣怎麼這樣生活在這個民主國家 會很害怕 就是了解 好 沒錯 所以是來這邊的民眾 都是擔心說這個藍白 如果強推的不會過選法 就會侵害到他們的權益 所以這個主辦的會在這邊 辦這樣的宣講 就是希望藉由民意 來對藍白立委施壓 希望他們力挽狂瀾 所以懸崖勒馬 那你相信我們請請主播